她特别有主意 总是不听我说的话 然后我吃亏了之后 还是不听我的话 我们之前还因为这个闹过分手 而且吧 她还总是喜欢买一些没有用的玩具 把钱花在没有用的地方上 一点都不用我们的未来考虑 我和我女朋友 遇到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了 她就总是会拉高自己的腔调 去跟我吵 在我朋友面前 也总是不跟我面子 遇到点啥事 就总要嘲讽我 挖苦我 你说这谁受得了啊 我觉得我管她是对的 我要是再不管她 我们那还能有未来 她这个人控制欲也特别强 如果有啥事呢 只要是不按照她的意愿做了 她这边就一定会去发脾气 这些事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我错了 还是她错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天22岁来自辽宁销售 小雨22岁来自辽宁电商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看着就特别和谐 都挺胖是吧 就跟胖瘦眉 就看着就特别搭你知道吗 就特别好那种感觉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三年多了 三 哎呀妈呀 早恋啊 是同学吗 是同学 高中同学 小学同学 哇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追了多久把工匠追到手了吧 两个月吧 后来呢 后来就她变化挺大的 就因为变化 所以你来了是吧 对 她吧 主意就特别正 然后就不听我说的话 不听话 对 特别不听话 之前还因为这个事被骗了 哦 什么事呢 她之前就是不知道 从哪认识了一个人 然后她就从人家手里 要进那个模型 我就不让 她就是执意给人家打钱 那不主要不是想挣钱吗 你做模型版卖 销售模型的是吗 不是 我就是属于副业吧 模型爱好者是这意思吧 对 她就觉得那个东西能挣钱 然后她又去投那个东西 她就总觉得天上钓铁饼 都得掉她头上那种 这个干好了确实挣钱 这也不算天上钓铁饼啊 之前因为有朋友什么的 确实做这个挣过钱 然后我就是想跟她学嘛 然后也一起去做 模型很多 你们做什么模型啊 手办类的 像是那种素质 那个汽车模型之类的那种 明白了 明白了 主要是吧 主持人他被骗啊你知道吗 第一次给人打完钱过去之后 东西没收到 他还想借钱去给人家打 主要第一次不已经出单号了吗 我觉得挺靠谱的 所以说我才借着去进他 他什么他都觉得靠谱 他有一个他觉得靠谱一朋友 给他坑了 怎么回事呢 他想管人借钱 他那个朋友就管他借车 说是朋友 其实就才认识不几天的同事 然后车借给人家了 钱也没借过来 我不让他借 他就非要去跟人家交换这个东西 主要是我不借车 他确实不借我钱嘛 你这借车是只开一下呢 还有只开一年呀 就是借了两天 他说开两天 实际上开出去好远 然后让我们去特别远的地方去取 当时还下着雨 回来的时候 车差点都掉在那个沟里 哪有朋友借钱会这么借呀 那是朋友吗 这种东西不属于互费互利吗 借你了吗 没借 结果还是被骗了 请大家记住啊 但凡说把车借我开开 我借给你钱的 他肯定是没有钱嘛 要不然他问你借什么车嘛 对 然后我第一次不让他打 他还是打了 第二次不让他借的时候 他还是借了 第三次他又去借钱了 问谁借钱啊 我不知道他跟谁借了 他又借钱给人追加过去了 就是跟家里边亲戚朋友 不是 你这个做买卖 你得拿自己的本钱 你靠借别人的钱来 这不太靠谱啊兄弟 我第一回是拿自己钱 但是我主要不是还是想挣钱吗 那货不是没到吗 但是他不发单号了吗 那你也得查 你要是这么大一笔货 你得看他在路上有没有走啊 主要是之前没有过这种经历嘛 就是被骗的 这回第一回是比较惨的 一共被骗走了多少钱 加一起差不多六万吧 这你觉得他不听话是吧 对 而且我觉得他主意特别正 你说哪有三番两次 告诉他好话他都不听的 他想怎么做他又怎么做 然后你说被骗了的话吧 他还是不听话 我让他去报警 他就不去 我觉得说这东西吃一千长一智嘛 就是当人了呗 那你得报了警 你再吃一千长一智啊 我就觉得说 就当长个记性了就算了 那他再出来骗陆琪老师骗我呢 我们也傻 我们又上当了 你得为我们想啊 是 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 但是这事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咱说吃一千长一智以后 肯定也不再说是再去做这么傻的事了 然后他就还是拿这事来提 我明白了 你也别老提了 反正事过了啊 主要是吧 这事当时我都真气得不行了 我当时就和他分手了 就拉黑所有联系方式了 分手吧 对 谁碰到这事谁能接受啊 是 是 是 正常有脑子的人都干不出来这种事 我觉得真的太傻了这种行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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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琪老师笑得非常 我二十岁的时候被骗得惨了 我跟你说 比较惨多了 几十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个 人生总要摔摔跟头 拉黑之后怎么又好了呢 后来他就又追我嘛 然后就是认错啊 态度特别诚恳 对啊 姑娘你怎么还被他骗呢 骗一回跟他好就得了 怎么又被他骗了呢 当时可能就觉得 他可能长记性了 他也吃亏了 应该有所成长吧 对对对 那你长记性了吗 我没长记性 那你成长了吗 我没成长 所以说生活里面要被骗嘛 孩子啊 对 他还是不听我的话 不听话 我们很好之后 他就 他就买玩具 买特别多玩具 我刚才在一块这三年 买玩具就没断过 有照片吗 我看看你的玩具 那都是以前买的 不是最近 有吗 男孩喜欢的 女孩喜欢的 他都买 早知道 这都是一部分 有的都没给他留下罪证呢 还好 主持人早知道 他这样说 把这照片拿过来 我应该把他那化妆品 那车啥的都给照一下 也发过来 你照不发啊 我不知道他照相发过来了吗 他就是无赖 你说那女孩谁不买啊 谁不用啊 他这玩具有什么用啊 用得上用得上 以后有宝宝给宝宝玩 对啊 成家 他根本就不问我们俩未来考虑 买这么多玩具 怎么成家呀 都不知道攒钱 但你说谁喜欢模型 也不可能说就买一个吧 对不对 我不知道主持人 您喜不喜欢模型啥的 就是我觉得说 你还问着呢 你说 你还问着呢 对啊 就是说 我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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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看看 确实是喜欢看着 就摆在家里边也舒服 不能摆家里 要攒钱现在知道吗 对啊 你说放在家里又粘地方 然后又烧钱 你根本就不被我们俩未来考虑 你还说你想跟我在一块 我现在最近也没买呀 你可没买了 他怎么没买呀 我们之前有一次 去逛街 他就想买那个小积木 我当时就没让他买 然后我觉得 他就一直怀恨在心 之后有一次 我们再去的时候 他趁我不注意 自己偷摸买了十几道 那怎么能是怀恨在心呢 我觉得他就是抱负 那喜欢模型 确实是我就看上了 我就想要啊 而且说 那一个也不是特别贵嘛 就是也影响不了 什么生活质量啥的 对 我倒是看他模型里面 确实没贵的 对啊 那他说不买 他还在继续买 前天晚上 他又买了一个小玩具 他就是说是不买 实际上从来都没断过 你就给他买一点呗 那个是可以升值的 是可以挣钱的 你买这个都升不了值 我看了 没一件是能升值的 对他总觉得他买玩具能升值 他从来都不去把这些玩具处理了 又占地方 然后又烧钱 你说俩人想好好在一块 是不是得考虑一下 攒钱买房子啊 然后以后结婚什么的 他就根本就不被我们俩考虑 主持人他那口红 我跟你讲 一箱子一箱子的买啊 我现在我觉得 一买就十根十根那么满 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 是不是应该考虑谈婚论嫁了 是应该考虑啊 那你拿什么买房子呢 你攒钱了吗 那现在不也一点点攒吗 这不之前不赶上特殊时期了吗 把存的钱都花了 而且说我确实没工作多长时间 积蓄啥的肯定不多啊 租房也能结婚 不一定非要买房 我告诉他 让他倒叉门来 他还不干 倒叉门是啥意思啊 就是我说 他可以来我们家里 他又不同意 主要我是家里边独苗啊 不影响 你去他们家这有啥 他说以后孩子 也得跟他一个姓啊 那我也是独苗啊 你倒叉门 我为什么不能要求孩子 跟我姓啊 那你不是有兄弟姐妹啥的吗 那都是表的 堂的 你们确实可以生俩娃吗 一个跟你姓 一个跟你姓的就完了 我不同意啊 为啥 我不想生俩啊 哎呀 你这姑娘还 悄悄靠后还挺多 而且我觉得说 我现在就在家里边 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 这要是在倒叉门过去 那我估计 我这后半生会很压抑 很压抑 你怎么没有地位了 我跟你说话 你都按照我说的做了吗 主持人 我跟你说 他脾气特别差 平时在朋友面前啥的 也不给我面子 有一次呢 我跟我朋友打电话 我说商讨我开个面馆 就是可以雇人啥的 当个副业啥的 然后呢 他就在旁边一个劲说 他就说 你这肯定做不好 做业就倒闭 肯定什么干啥都干不成 然后我朋友就 给电话那边去笑 就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搞得我在朋友面前就是 现在我一去 我朋友面前 人家就是都 都知道我咋回事 咋回事 没地位呗 没地位没地位嘛 对啊 主持人 你说他都有钱 车时间了 他是不是应该 踏踏实实地 做好自己的工作 攒攒钱了 是 他不啊 他都是一分钱没有 他就跟人要谈合作 你说拿什么谈啊 我也没说现在要做吧 是不是得有个目标啊 你以这个为目标 你去努力的话 你是不是跟我干劲啊 那你想跟我结婚 就不叫目标了吗 那你告诉我 结婚的前提 你不是说 必须得买房吗 我没说结婚的前提 必须得买房 是你自己给你 自己订的标准啊 是 要不就倒插门 所以我肯定在着急挣钱 你家有房了 我家有房 你家有车了 有车啊 你没房 我没房 你没车啊 插门就插门 你想不明白这事 对啊 我都给他提供选择了 他不同意啊 对对对 我听明白了 女生的意思就是 你赶紧把我娶了 嫁妆什么我都给你贴 你来我们家一住 过上小日子 你愿意干嘛干嘛 是他急着要结婚 你不着急啊 我不着急 我觉得你要是 把这个提上日程的话 你不会天天想那些 没有用的东西 你就应该踏踏实实的 那像你说的 那肯定是谈恋爱 肯定是要以结婚为目的嘛 对不对 那不是我着急结婚的 就确实是这么个理啊 刚才你们上面那大哥 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 谈恋爱啊 我觉得你说 你要是不把结婚提上日程 那我觉得我跟你在一块 就是浪费时间呢 我是不是也提上日程 我现在也没乱买什么东西 提上日程 你攒起来了吗 工作这么长时间 你攒下来了吗 这不正在攒呢吗 他根本就没有存款 然后还欠了一屁股 主要是你现在 不是也没有存款吗 但是我可以让你贴啊 那我不想贴嘛 平常是不是老管着你 对啊 他那控制欲 是不是特别强啊 是啊 比如说有一次他去我家 我不养猫吗 他一直让我铲猫屎 我那天晚上呢刚下班 然后我和他说待一会儿吧 歇一会儿 我也没说不铲 我也没说铲 然后呢他就跟我吵 主要是我根本就没跟他吵 他特别哽他这个人 就是你跟他说话吧 没有回应 我叫他去铲猫屎 我叫他三遍 一点回应都没有 你说人和人沟通 哪能这样啊 主要你是怎么叫我铲的 我就说你起来去玩猫屎铲了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起来把猫屎铲了 那这种话也没什么问题吧 我叫他铲 我叫他三遍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回应都没有 你叫谁呢 叫他啊 没听见啊 他不可能没听见 他就窝在屋里玩手机 不是我是真没听见 起来 铲猫屎铲 铲猫屎铲 谁起来铲猫屎铲 对啊 我也不是说你家养的狗啥的 养狗还爱一下呢是吧 对啊 你看我们这挑不利剑的多好 然后 问你呢 为什么不叫他呀 我叫他了 他不动啊 然后我 你是揪着耳朵叫的 还是隔着说起来 我刚开始都是好好和他说的 他一点回应都没有 然后我就开始 金虫水揪他起来 让他快点去铲 他就觉得我在和他吵 不说猫屎啊 他还特别不讲个人卫生 每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他那个臭袜子 一地撇的都是 那袜子等到时候洗的时候 一起冷洗衣机 不就完事了吗 我也没说满地随地撇 我就是说堆成一堆了 然后放在那儿的 你说哪有臭袜子满地堆的呀 这是正常人能过的生活吗 他还特别的生活也不注意 就是特别能吃能睡的 不是能吃能睡好 身体好啊 不啊他身体一点都不好 他之前我们有一次在一块玩的时候呢 就玩着玩突然就高血压了 就坐都坐不住了 就得在屋里躺着 那不就那一回吗 我知道就是这一回 我不知道说不定有多少回呢 而且我现在这不也正在减肥吗 你怎么减肥了 我天天做佛生怎么就不是减肥了呢 不是是他是减肥了 怎么减肥呢 之前我跟他分手那段期间是瘦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怎么瘦了 他不知道跟哪又认识了一个人 从而是买了好几千块钱减肥药 自己在那坑着坑着吃 瘦了点 然后不吃了之后他又开始这样一直胖着 主要是那光吃减肥药他也不可能瘦啊 那肯定也得控制饮食啥的也得节食嘛 而且说吃减肥药这事吧 是不对 我现在这不也不吃那么也停了 今天就做锻炼呗 他从来都没控制过饮食 他就是总想吃这个吃那个的 就是一顿饭吃三五碗 哪有你说那么夸张啊 一顿最多两碗好吗 要不然他就去下馆子 他也不知道攒钱 从来都不考虑我们俩未来 主要是下馆子 我看你吃的比我还高兴呢 在吃的问题上就不要互相指责了 姑娘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听了半天这么锁锁碎碎的 你来干嘛来了 我就希望他能听我说话 然后就是尊重一下我的想法和意见 别我跟他说什么 他就跟我反着来 行 那我就是想让他控制点脾气 不那么横 态度能好一些 还有就是在我朋友面前 能稍微给我点面子 想嫁给他吗 现在这样我觉得我得考虑考虑 你是想好下去还是想分开 改不了了脾气会越来越坏 那我肯定是也忍受不了了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好不好 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挺有趣的 但是可能对现在的你们来说 你会觉得 特别是女生会觉得 我谈恋爱 我那么美好的幻想放在你身上 你怎么不给我实现呢 对吧 我的青春就这么短暂 你就不能想一下 你在这个时间里要对我更好 在恋爱的时候都这么对我 那婚姻里我更无法想象了 是不是 所以我理解女孩子的想法 而且真的我想跟这个男孩说 就女生和男生相比来说 她的青春确实是有一定限度的 我觉得无论是从外表还是心灵来说 她其实会比男孩子更早熟 通常她进入婚姻之后 她的角色会很快转变 可能青春就貌似一去不复返了 她的心态都会变化 所以在恋爱的时候 真的就是像习慕容说的 当你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人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她 她在这么美好的岁月里 把这么美好的青春交付于你 一定是不希望和你每天都这么斗气的 她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很幸福很甜蜜的呵护和宠爱的 哪怕你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车都没关系 愿意和你在一起 可是你要知道她需要被疼爱 这种感觉要在心里才能够让她坚持下去 我觉得你们没什么大问题 小矛盾可以解决好吗 谢谢 好谢谢周春老师 就感觉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过家庭 突然之间那女生恍然大无疑 咦不对了我们长大了 你怎么还在跟我过家家呢 你怎么不去挣钱呢 你怎么不去买房呢 那突然之间有一天她明白过来了 她觉得我是在一个真正的生活里面 是吧 我不是在跟你过家家 这个时候我就问你小天我问你 你今天告诉我你的事业是什么 销售 销售是职业 你的事业是什么 你人生里面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 愿意为之学习的事业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挣钱没有别的 挣钱是事业吗 你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人生 你懂吗 如果你喜欢手办 喜欢玩具为什么不坚持下去 你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行业 你为什么不投身于这个行业 先去找一份这个行业的工作 实际上你喜欢它 你觉得它未来是有前景的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人生 或者大量的学习时间投入到这里面去 可以做生意 可以被骗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比你厉害多了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被人骗得上百万 那么有钱 我赚的 我赚的 你二十多岁被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会做生意更正常 没有人生下就会做生意的 但是为什么 你就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呢 你没有思考过你的人生 你整天都在跟这位姑娘谈恋爱 她现在不需要你跟她谈恋爱了 她现在需要你去找到你那个事业 找到你那个人生 找到一条你能走的路 明白吗 明白 你不仅是没有展现出你的能力 你甚至于没有想要去培养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我是她爸 我也会质疑你 你不就是我把自己往一条窝囊飞的路上培养吗 你想当窝囊飞吗 不想 所以你今天回去之后 明天她爸妈来问你 叫我在你的事业是什么 你怎么跟人家说 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人生在哪 不要天天谈恋爱 好好想想事业是什么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珊娜老师 女生控制欲太强 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按照你的规则来呢 你给她提的那些要求 不许玩手办 不许买那些东西 要减肥 拜托你变通啊 你陪她一起去健身减肥啊 你怎么不减肥啊 你不让她买那些玩具 你别买口红啊 你让她为你们以后的生活做打算 买房买车 你做了什么打算呢 所以我觉得控制欲和自控力 是相辅相成的 当你想要掌控这个控制欲 对别人有这个控制欲的时候 你要先对自己有自控力 你这个自控力起来之后 你才有资格去控制别人 但是换回来说 没有人是受谁控制的 当你越想掌控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适得其反 感情需要沟通 需要疏通 需要变通 怎么变通 当你达不成这个目的的时候 你硬磕是来不了的 你想让她减肥 你陪她一起去 你不想让她买手办 你告诉她 可以买 但是咱们先完成一个什么目标 然后咱们再去买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想想办法 如果想要让两个人再好好的走下去 你要学会变通 谢谢 好 谢谢沙大老师 严老师 其实我真的看着你们两个挺着急的 因为你们确实是两小无猜 但很快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就变成相看两眼了 我承认你们有美好 有青春 但是现在你们该何去何从 未来又应该如何规划呢 其实你们都没有 正所谓 对男生来说 细节决定成败 对女生来说 情绪改变一切 男生在细节上 处处和女生的想法都不一致 所以女生越来越多抱怨 而女生越来越多的抱怨 越来越多的情绪 慢慢在改变你们的 关系中的一切 她是不正面跟你冲突 但她心里一直在对抗 你说这样 她表面上 好好好 其实什么都不做 你没有发现 这已经变成你们现在 相处的一个常态了吗 较劲 已经从原来的一起成长 简单快乐 变成了彼此的较劲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我长大了 我还在不愿意成长 你们俩自我意识的觉醒 程度是不一样的 女生有觉醒 但是你却把觉醒 变成了抱怨 上来就叙叙叨叨 叙叙叨叨 一个22岁的姑娘 我不知道怎么 那么爱叙叙叨叨呢 而男生 你把懵懂 当成了糊弄 你还没有想到说 我将来的人生是什么 事业是什么 我该如何面对家庭 怎么去担当我们家庭的未来 但你不能糊弄他呀 你看你实实处处做这些事情 能糊弄就糊弄 能躲就躲 能这个怎么着 自己不长大就不长大 人家说了三遍去 缠猫屎 听不见 是他态度不好 但你呢 这本来就应该是自觉自愿的事 大家把生活的细节分担好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们现在这个状态 完完全全都实现不了 所以我希望的是 我也建议的是 不要再去说什么结婚的事了 22岁啊 有多着急啊 今天的着急就变成 日后婚姻中的大麻烦 先想想自己 自己的生活 我的工作怎么安排 我的生活怎么安排 男生也是啊 究竟我要怎么赚钱 我是应该学些什么技能 还是在工作中 多去拓展自己的能力 婚姻的事往后放嘛 好吗 女生一定要记住一点 跟父母啊 独立而不依赖 你以为让他到插门 是你的本事啊 你肯爸妈呀 你们俩直接 恋人之间 依赖而独立 情感上没一定是依赖的 互相依赖对方 但是生活上一定要各自独立啊 你们都活得太不独立了 而且别着急 不管是情感还是事业 因为你们还很年轻 22岁 有人说22岁不年轻了 但是在我看来 22岁就是年轻人 就需要摔打 你们俩也许走不到一起 但是你们要在这段恋爱当中成长 好吗 好 彼此成长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岁 我觉得你总而不听我话 我真的就挺接受不了的 你要是好好的多听我说一说 多按我说做一做的话 不那么在装傻 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我觉得你好的时候特别可爱 然后对我也都挺温柔 挺体系的 如果你能把这些脾气什么的都一直一直克制一下 稍微在我朋友面前能给我点面子 我们俩还能在一起 如果你要是还是这样的话 那就好聚好散吧 我觉得那我们就都好好想想吧 好好考虑考虑吧 行 好好想一想吧 还没懂 白说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来 看结果 哎呀 啊 一个都没来 我倒觉得 我更愿意 相信他们那段话 再给彼此一些时间 对 这可能是他们成熟的一个标志 包括今天老师们问男生的几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在帮助一个男孩在成长